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已知這個氫氣和氧氣反應可以生成水 而且一個水中含有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 其中氫原子和氧原子 它的質素分配是1跟8,就是原子序 質量數是一個是1,一個是16 代表它有8個宗室、8個質子 它只有1個質子 若小雪查了其他4種中性原子的基本資料 查了其他原子的資料 那試回答下一個問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根基道爾頓原子說 在氫氣和氧氣和氧氣 在氫氣氧氣的反應生成水的反應中 若反應前含有X種原子 有兩種原子 反應後含有Y種原子 也是有兩種原子 那X加Y多少 當然就2加2 反應前有兩種原子 反應後也有兩種原子 只是這兩種原子 它化合成一個分子 也有兩種原子 所以有四種原子 不是四種原子 就是X加Y等於4 X兩種是氫跟氧 那Y有兩種也是氫跟氧 就X加Y是4 那實際上有幾種 實際上是有兩種 是兩種的 反應前的兩種 加反應後的兩種 兩個數字加起來4 這樣 我們看看 第二個小題 氫原子和氧原子結合成水 下液合者可能 下液合者 下液合者可能是水的子子數 那水的子子數的話就這裡 這個子子有八個 氧的有八個 氫的一個 又兩個氫 加兩個 所以它實際上有十個子子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V 這一題應該要選V 那第一小題的話 應該要選C 應該要選C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他說 上素甲乙丙丁四種原子 第三小題才跟這個表有關係 何者與氫原子有類似的性質 氫原子它的子子數 它是電中性的 子子數的話有一個 電子數有一個 你就找那個電子數一樣的 電子數有一個 中子數兩個 事實上這個什麼 這個是超重氫 我們叫做刀 穿 事實上這個是穿 它的化學性質跟氫超多 好 那時候應該什麼 應該選V 應該選V 大家應該要選V 金要V 這一題應該選V 那你沒有決定 預先選V 5 2 5 5 5 谢谢观看